王先生好 欢迎你 大陆过台办主任宋涛和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首度会见 宋涛除了再次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的互信基础 也提了这件事 老台主是绝对 去中国化 必打是打 老内无论什么政党 什么政治团体 个人 只要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不搞分裂过程 与我们的交往交流就没有答案 听完宋涛当面建言王金平提了 今夏城是两岸战争的第一线 要珍惜得来不易的和平来往 来到厦门 脸挑一水之隔的金文 心中浮现朝廷两岸破 风震必环旋的景象 厦门与金文是两岸核战的时代缩绵 而战争与和平 隔绝与交流 完全战予执政者的善用其心 王宋慧首次见面地点选在厦门 相当高档的五星级饭店 海岳山庄 返回福建 张州老家祭祖 阵仗也不小 不仅列队敲锣打鼓 还铺上红地毯 更请来一百人的长号 人亲土亲 王金平自然说起一连串 你难语 被身旁的人点了一下 在场有一半都是大陆媒体 表示听不懂王金平在说什么 一度让场面尴尬了 记者还剑配于福建采访报道 谢谢观看 请な吴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